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和贾崇面对面坐在审讯室里 经过几天的逃亡 他的模样很憔悴 脸颊也削瘦下去 尽管如此 还是冲我微笑了一下 宝贝到这个份上 我很佩服你 我把准备好的盒饭和水放在桌上 贾崇咽了一下口水 我说 聊聊吧 为什么杀人 赎罪 我问他 替你们徐老师吗 看来你了解的还挺偷彻 不错 我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他 当年我年少无知的时候 和几个朋友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件事会害徐老师家破人亡 这十年来 我一直生活在神圣的迁疚之中 我本以为他们会和我一样 可是 参加同学会的那天 当大壮 无意中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甚至说徐老师活该 当时我就感觉一股热血 从脚底冲上来 那一张张说笑的嘴脸 在我眼中变得无比丑陋 人 怎么可以忘掉 自己犯下的罪呢 所以我决定 让他们赎罪 他举了一下 被靠起的双手 同时 我也在替自己赎罪 我耐着性子 问他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那些诗 都是徐老师教给我们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一边走 一边朗诵古诗的样子 我曾经迷茫过 是徐老师开导了我 对我来说 他是一位良师异优 没有让这些罪人 死在这些古诗中 他咬牙切齿地说着 我说 你以前成绩好像不错呀 他淡淡一笑 年纪第一把了 后来考进师范学院 成为一名教师 如果徐老师 在天之灵有之 想必也会 欣慰的吧 这时我画风一转 曾经年纪第一的你 那天 骑着一辆破色行车 去参加同学会 看见那些 不爱学习的同学 却一个个 衣着光鲜 携其带而混的风生水起 你坐在同学里面 就像是一个异类 他们聊的话题 你一个都插不进去 因为你一直生活在学校 这个象牙塔中 你唯一能说的 就是过去的事情 于是你提起当年的事情 希望打压一下 他们的亲眼 可是没想到 人都是有自尊 谁也不愿意面对过去 于是乎 你心中的极度 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 你胡说 你胡说 甲冲双手砸着铁架椅 我微微一笑 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你离开同学会的时候 被大壮的车撞了一下 对方给了你一笔医药费 但是态度却不太好 这成了你决心 杀害他们的导火索 为了完成 你自欺欺人的复仇 你不惜连自己的初恋 竟然都杀掉 在当年的事件中 他明明没有多大责任 你要杀的仅仅是 羞辱你的大壮夫妻 可是你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龌龊内心 你告诉自己 我做的一切 都是替徐老师复仇 最后你亲手毁掉了 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家庭 你满足了吗 甲冲 甲冲歇死地里地吼着 放你娘的逼 我做的这些 绝对没有一丝一毫 是为我自己的 你们警察懂什么 你们这是军外人 你知道徐老师的女儿 死得有多惨吗 我突然质问 谁杀的他 大壮 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他了 我冷笑说 不 是你 你 你胡说 甲冲面色猙獰 眼睛瞪得快要喷血 你有证据吗 我得意地笑了 如果不是你 干嘛要问我有没有证据 甲冲大声叫嚷 你在掏我的话 不 我当然有证据 我说 我走访你读书的高中时 负责人告诉我 那女孩的尸体 半年后被找到了 已经变成一具白骨 实际上 尸体白骨化 是需要三到四年的 在沙体这种干燥的环境下 时间要更久 答案只有一个 有人偷偷加速了尸体的腐烂 你高中时化学成绩 每年都是满分 调配盐酸对你来说 易如反掌 就像你在这次案件中 做的一样 在那个暑假 你偷偷跑到学校 用自制的盐酸腐蚀尸体 因为人是你杀的 所以你才最心虚 假冲眼神闪烁 满头冷汗 头发被粘在前额上 嘴唇已经变得惨白 他艰难地吞咽一下唾沫 这只是你推测罢了 是不是推测已经不重要了 八条人命足够判你死刑 多承认一条又怎么样呢 我把面前的饭和水 往前推了一下 暗示说 承认吧 至少心里能踏实些 假冲吼道 他不是我杀的 他不是我杀的 他的身体动得太厉害 被固定在地上的铁架椅 被摇得嘎吱作响 外面的警察立即冲进来 稳定他的情绪 我不动声色地离开 这次审问 我没叫黄小桃进来 他一直在旁观 他问我 你干嘛非要扯掉 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呢 我说 因为我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打着正义的气号 敢邪恶的勾当 他只是极度杀人 我不希望这样一个人渣 在死前能心安理得 杀人就应该有 良心不安的代价 黄小桃笑道 没想到 你心眼这么坏啊 不过姐喜欢 我师父说过 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让坏人睡不踏实 让想变坏的人 心存一丝畏惧 审讯室里 贾冲还在 歇斯底里的挣扎尖叫 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想 他至死都不会承认 自己杀害那个女孩 因为这事一旦承认的话 等于全盘否定了 他自以为高尚的伟大赎罪 自尊心可以让人变得上进 但是扭曲的自尊 就会蒙蔽人的双眼和理智 变成自欺欺人的麻醉计 我们的将临之行 算是结束了 当晚唐队长为我们举办一场 隆重的践行宴 这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 不过我没说 只有王大力给我发了一条 生日祝福短信 还有孙斌新早上 塞给我的一个小礼物 宴会途中 我和黄小桃眉目传情 虽然我们都没喝多少酒 但酒不醉人人自醉 一抹悄然爬上脸颊的红韵 让黄小桃的笑容 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看得我快要醉了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 我们俩之间的默契又一次升级 逮到一个机会 我给他试个颜色 于是两人一起留回酒店 这几天的辛苦奔波结束之后 我们心中压抑的那股 干柴烈火的欲望 再也抑制不住 我和黄小桃 在热烈拥吻中 完成了开门开灯 脱鞋脱外套 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今晚我要解锁 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成就 和我最重要的人一起 这时黄小桃猜到一样东西 低头一看 是一个信封 我拿起来一看 上面没有油戳 是被人从门缝里塞起来的 信封很厚实 上面写着一行 囚禁有力的字 不知为何让我想到了 爷爷书房里的那幅墨宝 上面写着 宋阳 祝你生日快乐 后面画了一柄鲜血淋漓的弯头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 难难的说 是他 是杀死我爷爷的男人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期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